中美角力戰 來 升薰 最近中國出招頻頻 先是留學生不讓他去了 現在旅遊也市井 對 因為你要知道 在中國大陸 跟美國的這個 表面上不合的關係 可是就經濟上來講 除了貿易順差之外 中國人其實 給美國人賺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美國呢 我們現在講留學生好了 他不讓留學生去美國影響很大嗎 美國有110萬個留學生 國外留學生 然後呢 中國的留學生數量是第一名 多到什麼程度 第二名是印度 可是印度留學生不到中國留學生的一半 全美國所有 外國留學生的註冊費裡面 中國留學生佔了三分之一 那是一個什麼程度 如果你是念說什麼 伯克萊啊 這種豪華大學的話 一個中國留學生的一年生活費 連學費 住宿費 學雜費 書籍費 然後吃飯前 基本生活費大概六萬多塊 你如果普通小城也要四萬多塊 平均起來 一個中國留學生一年在美國的 生活費就是五萬多塊 這個是什麼概念 我在美國什麼東西都沒有幫美國做 我完全花在美國是五萬多塊 但你要知道 美國全國的人口平均的家庭總收入數 還不到五萬塊 所以一個中國留學生貢獻給美國 就是一個美國家庭 貢獻給美國的還要多 也就是說簡單來講是一個留學生 一個中國留學生可以養活一個美國家庭 不只雲 一個中國留學生的基本開銷就超過 基本開銷可以養活一個美國家庭 對 你想想看那些富二代 那些富二代 官二代 那個都是開跑車上下學 那個就更可怕了 然後我們現在再回來講觀光客 好 我們來講觀光 所以剛剛講的是留學生 對 所以我看到資料有顯示 其實光光中國留學生 在每年一年貢獻的金額是44億美金 44億美金是什麼概念呢 全世界我們知道 美國是留學生的霸主 所有的人去留學的 如果你去算 所有在海外留學的 美國是最多留學生去留學的地方 一年這些留學生 貢獻美國的經濟是200億 200億光光中國的留學生 就貢獻了44億 那你看是不是很驚人 好 這是留學生 今天中國又在出手了 既不讓中國學生到美國去留學之外 之後呢 現在出手是發布去美國的旅遊警訊 發布警訊我還是可以去啊 不行 因為他不讓你簽證啊 他不簽給你啊 所以當陸客不去美國之後 又減少多少經濟 在2016年的時候呢 中國大陸去美國的參訪人數 是297萬人次 占全世界各國去美國參訪 觀光客的第五名 那也不算高啊 可是問題是 就是中國去美國的旅客數 是在所有去美國旅遊的人的排名 國家裡面的第五名 第五名 對 可是問題是中國人每個人的 平均消費是6900美金 6900美金 哪有可能 那核心還比21萬 21萬 對 每一個人到美國花那麼多錢 我去美國都沒花那麼多錢 你不是陸客啊 因為你不是陸客 你不是陸客 陸客出去不是買東西了 你看不起陸客 陸客出去是掃台掃電 對 所以他們對美國的消費市場 影響確實很大 對 所以呢 他雖然只是佔第五名的旅客數 可是他的消費金額是美國的第一名 所有各國觀光客裡面 他的消費是美國第一名 然後他這樣過去之後 你說對美國影不影響 我們看看之前幾個案例 他抗日仇中的時候 日本一下子慘了 京都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他禁韓令的時候 韓國三個月倒了70億美金 然後那個帛琉 因為這樣子 帛琉一半的觀光客倒掉 因為他帛琉表示支援台灣 所以他的中國人通通抵制 一半的觀光客倒掉 所以他觀光客的力量是很大的 陸客的力量是很大的 對 大家可以伸手其力 因為可以賺很多錢 但是一旦他依賴之後 一斷掉之後 你就伸手其他 對 台灣也是其他 而且這個東西去到什麼程度 他不是說 我不只你去消費 連我的國家企業想要出去 都會讓你點燃我的內需住 因為這個東西兩國相爭 你民眾一定會很怒火對不對 你一定要想辦法抒發 可是打不了美國 很簡單 打得怕小孩 怕小孩 打自己的小孩 所以他最近開始 對很多企業在動手嗎 對 像很有名的一個 這個媒體很常用 叫標題殺人法 他其實是CNBC的一個訪問 可是問題是訪問 他不給你完整播出 他只給你掐頭續回取中間 斷當取義 斷當取義 他明明說 因為美國有關貿協定 很多什麼東西 聯想明明指說 我們在全世界有很多個國家 六十幾個國家 有幾個廠 我們一定可以找到 避免官貿協定被封鎖的地方 來支援我們的整個生產鏈 可是呢 避免官貿協定這段被剪掉 我們可以從全世界幾個國家之內 維持我們的官貿協定 這句話被播出來之後 事情大條了 所以大家以為 聯想要撤出中國 在中國最為難的時候 你竟然要撤出中國 對 這明明是一個莫須有的事情 對不對 被吵得被賣國賊 漢奸走狗一樣 然後聯想的總裁還出來 為了這個莫須有的事情道歉 還不被承認 可是媒體不是中國政府管制很嚴格嗎 今天媒體要亂寫 中國政府會讓他亂寫嗎 所以他就是刻意的 我告訴你 昨天是六月 所以看起來是故意的 昨天是六月四號 你在全中國 一天有十八億網絡人員量 你找不到六四跟天安門這兩個字 所有的事情要講 大家只能講四件這兩個字 換出來就是說 聯想是中國刻意讓媒體 把它操作成漢奸 聯想是被中國大陸的管理高層 拱出來讓大家和洩它 那目的是什麼呢 讓民眾的怒火有個發洩的目標 我倒認為它真正的目的是 聯想明明沒有要撤出中國 它只是要轉移生產基地 但卻被操作成漢奸 被操作成要撤出中國 我認為中國 我再看 中國政府管制媒體這麼嚴格 竟然讓這樣 我們台灣所謂的假新聞 在他們的網路上鋪天蓋地 甚至發酵成民族情緒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 如果有任何企業想要撤出中國 你的下場就是這樣 殺雞儆猴 對 雖然你還沒有想要撤出 對 明明理想只是轉移生產基地 我就在台邊做漢奸 你看 流口是怎麼樣 那如果真的要撤出 那還得了啊 對啊 還有一個做法是 敲山政府 因為我連我自己 國家大力扶持的聯想電腦 我都敢弄 你外國來的 你敢不弄嗎 所以現在誰敢說要撤出中國 下場就是這樣 你現在不是說撤出中國問題 現在是所有在中國的外商 都要說我是中國人 我熱愛中國 我熱愛中華文化 肯德基 明明是肯德基上校爺爺 自己美軍退運的人 明明是 明明是阿兜 肯德基爺爺就是阿兜 還要跟你這樣子 CCTV合作拍電影 CCTV是央視 央視 對 還要拍一個回顧世事 我們讓Nature Song出來 讓觀眾朋友聽一下 這個很有意思 他們竟然 明明肯德基是阿兜阿企業 他竟然還要跟央視拍廣告 拍什麼廣告 這個廣告很好笑你知道嗎 這廣告是 這40年來 我一路陪你走過 故事背景是 他坐的這個列車 是時光列車 透過現代人回去看 過去40年 我整個中國的成長發展 成績 茁壯 偉大 對不對 21世紀是中國人的事情 對不起 這個事情關你肯德基什麼事 所以他是要 他就是說 我就逼你肯德基 向我書成 在中國有個很奇怪的現象 你外國人來這邊說 我熱愛中國文化 我要當中國人 我住在這邊 太好了 太好了 可是你今天有個中國人 到西班牙說 我熱愛西班牙文化 我要去當西班牙 我熱愛你全家都賣的 漢堅走狗賣賊 漢堅走狗賣國賊 漢堅走狗賣國賊 所以你國外企業 只能去這邊做 我告訴你 不只肯德基這樣 全世界最美國化的文化代表 是什麼 迪士尼對不對 是 迪士尼現在都是在穿旗袍 然後跟你春節半年 迪士尼還穿旗袍 對 白犬鍋子不是穿泡沫裙嗎 沒有 現在都是穿旗袍 然後跟你放沖天炮 點煙火 做元宵包餃子的 這是迪士尼的中國化迪士尼 然後除了這個 所以所有的外國企業 特別是美國企業 他現在要去美國化 不是去美國化 要把自己中國化 你去哪一國不重要 你到了中國就是中國 連可樂好了 白飾可樂 白飾可樂 其實在兩家可樂公司裡面 白飾可樂 當初是比較偏執 因為可口可樂先進去 白飾可樂晚了二十幾 對 可是白飾可樂 這過去十幾年 在中國大陸那個投資 那個多到下次 那已經不叫自入性行銷了 我整部影片就是我白飾可樂 供起來的 裡面只有一種飲料 就是白飾可樂 各種背景什麼東西 你吃的喝的 抽獎送的什麼東西 全部都是白飾可樂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你可以看到後面 有個冰箱就是白飾可樂 對 冰箱就是白飾可樂 然後你穿著衣服夾特 身上背的箱子是白飾可樂 貼紙也是白飾可樂 桌上喝的飲料是白飾可樂 然後路邊運過去的送貨卡車 也是白飾可樂 你旁邊吊在地上 阿婆撿起來回收的罐子 也是白飾可樂的鋁罐 全部都是這樣包裝 然後這個包裝 中國人新年 這是賀歲大片 春節上映的賀歲大片 是中國人的春節賀歲大片 對 中國人春節賀歲大片 他現在去做 而且他每年 你看這每一年都要拍 很多的白飾可樂年度廣告 從最早的 什麼Michael Jackson 什麼CN Jones 什麼東西 你現在都是中國人的廣告 中國人亞洲中國地區專屬的百飾可樂 年度廣告 只在中國地區發 所以肯德基要派慶祝改革開放40年 百飾可樂也要讓自己 看起來像中國品牌 不過中國當然一招接一招 一招又一招招數還很多 他現在希望在美國掛牌的大企業 你最好下士回我中國 對 股票就是經濟的銳窗 從貿易戰打到經濟戰打到貨幣戰 當然我就抽你的機 幹嘛我的人去捧你的場 對吧 都把我回來了 都不要想這樣 想想先打我 心頭暖吻吻 你中國人就是回來了 你不要再去美國 我跟你講中國人 黃總皮膚 你怎麼開門 你怎麼知道 你這是中國人 所以說在去年 2018年年11月 創娥在上海 中國辦一個什麼 辦一個國際進口博覽會 習大大要來支持 那13個國家的援手 到138個國家的援手 到130個國家的代表 三千幾個都要聽 習大大支持的時候 脫稿演出 他竟然說怎樣 他說我們要成立一個 中國的納斯達克 我們要成立一個G60 科創走廊指示 科技創業走廊指示 就是中國的納斯達克夢 對 那這個G60 它這個科創走廊 是在以上海為主的九個城市 也就是所謂的長三角 那中國改革開放41年 它剛開始是珠三角 再來是長三角 大西部 一帶一路 現在長三角要成立一個 所謂的科創版的一個納斯達克 什麼叫科創版 就台灣的上碑公司 簡單來講就是 中國版的納斯達克 那是中國人的納斯達克夢 那個納斯達克夢 他希望在中國實現 所以習近平竟然做了一個科創版 而且照理說 不應該是習近平宣布的 他跳過了國務院 跳過了他們的交易所 他自己出來講 不需要他自己講 這就表示 就表示這是國家政策 既然是 對 國家政策 每一個人都一定要遵守 好 所以我們來看 他的祕密武器在哪裡 就在長江三角洲 這是他科創版要連結的九個城市 我們以上海 如果以上海為中心 有一條線是從上海到蘇州 到湖州 接著到五湖和北 來 還有一條路是上海到嘉興 到杭州到金華 這九個城市就串成了 他最重要的科創版的領域 而這一塊科創版的領域的企業 他會鼓勵他們掛牌 甚至虧錢也可以掛牌 對 沒有錯 因為科創版跟A股是不一樣 A股是一定要賺錢 科創版虧錢沒關係 今年3月18號 科創版指數正式成立 3月29 22號矽缸 九家就入選了 裡面有一家聯電的核建 已經進去了 結果核建 聯電核建現在到底是賺錢還賠錢 虧死了 虧了一屁股 結果聯電核建這一家虧了 比其他八家入選的賺得還多 所以對台商來講 尤其是蘇州的台商 我們他薯州不可能 我們台灣台商 在長三角最多就是薯州 一萬兩千斤 那個老闆一面歡喜一面怕 歡喜就是說 我現在可以了解 你也可以來掛牌 因為如果在差不多2010年 那時候我們的蘇州台商 70%是賺錢的 但到去年只有30%賺錢 那我既然公司不賺錢 那我有關的科技 醫療 文創等等 我就可以掛牌 那我公司是不是要轉型 我的公司的項目是否改變 對台商來講就是一種掙扎 因為我在那邊虧錢可以掛牌 我可能還可以撈錢 因為核建光是一個掛牌 就可以撈25億的人民幣募資 所以它一個月內有100家 已經什麼 已經去報名 這100家加起來是1000億人民幣 它的總目標是2兆人民幣 所以對我們台商來說 尤其是那個收集的台商 它是應該在蘇州對不對 蘇州離上海最近 蘇州很多人是早上上班 所以這9個城市的企業 他會鼓勵他們掛牌 甚至海外的企業 台商最多就在蘇州 對 台商在蘇州 聯電即將就要在科創板掛牌 對 我們來講大陸 比如說他們核毀 核毀你不要看它最後面 核毀它現在變成一個 大陸的一個工業城市 現在人家是半導體之多 據說它台商居落越來越多 甚至有可能跟蘇州快要接近了 沒有錯 那核毀本身也是未來 所謂的AI人工智慧 以及所謂現在電動車的 未來趨勢的一個城市 它有一家叫做蔚來汽車 蔚南海岸的蔚 它是中國的特斯拉 它去年虧多少 90億 90億人民幣照樣要掛牌 後來有一次習大大說 我們在中國 我們在美國掛牌的 到底是哪幾家 怎麼阿里巴巴沒有在我們中國掛牌 原來阿里巴巴到美國去掛牌 對 據說他很生氣 他說我們中國的企業 都變成美國企業了 對啊 那既然這樣的話 你通通給我回來 5月24號中新半導體就回來了 在紐約下市 現在發現到它的前十大 在美國掛牌的第一名 是中國移動 中國移動在美國 它的總市值2520億美金 那麼第三名是阿里巴巴 它的總市值2180億美金 第七名 百度 百度也把到美國去掛牌 百度是574億美金 第十名是京東 327億美金 對 所以說你說這些通通回來以後 你對美國插多少 你知道嗎 所以美國美國大哥 如果這些 如果這些在海外掛牌的中國企業 而且這些大企業回來的話 對 美國安裝 美國當然原來大哥 就沒有人比較不愛去 你就整個 本來可以選擇的是一千金 裡面有十金賣賣的中國 那會影響納斯達克指數很大嗎 會啊 它的比重會滿大的 所以會大了 會大了 所以他們說 其實就是習近平在資本市場上 中美貿易戰的秘密武器 這就是滾一個手機 就我先給你抽你個G 然後再來將你的G 其實你這個創業辦來說 在那裡以外 它最近中國大陸 也在鼓勵一些文創的一些公司 你不一定要賺很多錢 但是我就給你一個地方 也就可以去掛牌 比如說在安徽 它有一家叫做三枝松鼠 它是在賣堅果 因為你們知道 松鼠喜歡吃堅果 他說最了解堅果的叫松鼠 所以這家公司叫做三枝松鼠 那個老闆37歲 你知道他怎麼賣三枝松鼠 他2012年6月開始 2012年的那一年的雙十一 就賣了三千五百萬人民幣 一天賣三千五百萬 然後老闆就上去 然後就撞那個小松鼠的聲音 然後就人家打進來 主人 我是小松鼠 大家剛開始覺得毛骨悚然的 哪有一個那種聲音 但是後來就習慣了 他所有打進來都叫主人 所以你看很多公司 所有打進來都叫 親愛的顧客 現在只要親愛的跟他沒關係 叫主人的只有這一家公司 這一家公司到去年 他的年齡收益已經到20億了 他今年的6月要在 深圳的那個創業板要掛牌了 你說這一家公司 只是賣一個堅果而已 所以你不要小看 他這個青創版的 科創版的 這一些一直加進來以後 對整個中國的資本市場 是一個非常大的幫助 好 我不知道阿里巴巴會不會回來 我們不知道其他的大企業會不會回來 百度會不會回來 但是 科創版很有可能讓很多 要到海外掛牌的公司就留在中國 我們來看一下聯電 瞭解聯電核建竟然要在科創版掛牌了 所以聯電股價會不會慶祝一下 其實核建化牌其實這個新聞蠻久了 不過我們就先論線 其實聯電這一波真的走了比台積電強 台積電已經在這裡 但是聯電你可以發現 這一波相對半導體跌比較深 它其實比較沒有跌 其實一個主要原因 它今年我們如果再把圖縮小一點 今年其實聯電第一季沒漲到 沒漲到 沒漲到就是上面套牢的幅額不會很多 但你剛剛也說這個消息其實蠻久了 對 蠻久了 所以一旦更進一步的確定掛牌的時間 和流程還會反應嗎 我覺得短期之內可能沒有 因為其實雖然掛牌了 但是實際上就剛剛憲哥講的 其實還是一家虧錢的公司 而且之前因為在嚴查 所以其實他們表面上都說 我們兩家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即便未來核建那邊有什麼收入 表面上都說沒有關係 所以掛牌跟它也沒有關係 對 表面上要這樣講 但是就是你在財務報表上是看不到的 因為之前有一些在查說 你有沒有對岸的資金 有沒有什麼入資來入竹 可能高科技會被竊取 有沒有之前很多工程師都被挖腳到大陸去 所以其實表面上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但是長線來看 因為聯電現在在這個位置上 我認為其實機器很低 其實它每次大概只要跌到10塊 票面指負一定就會慢慢上來 因為畢竟雖然它現在落後台積電很多 但實際上它在8吋晶圓的部分 因為其實現在應用蠻廣的一些新的部分 還是以8吋就好 不用用到很高階的製程 反正那個像剛剛前面總美機場 你會太貴 我的東西要用到那些先進 我用8吋的來做 所以其實聯電還是有它的利益點 談完了中美角力戰之後 緊接著還是持續帶你來關注房地產 因為最近房地產持續在加溫 我們這兩天談到降息大全 今天媒體又加碼了 他說什麼呢 台灣富豪實在很愛買房子 有夠愛買 全世界排第二 我們的好的人 平均每個人有5.4戶 來 憲哥不止 來 憲哥你有幾戶 不能講 憲哥說5.4戶算什麼 我都已經超過了 54戶好不好 是這樣嗎 4戶有幾戶 1、2戶就好了 不要太多 1、2戶 這個研究單位其實它很厲害 瑞浦來訪他昨天做了一個調查 他每年都有做財富報告調查 他們其實非常專業 我們看到這個表格很厲害 1,781個所謂10億富豪 3千萬美金 3千萬美金有Q了 台灣有1,781個 超過10億 好 幾個關鍵資料給我看 年增4% 什麼叫年增4% 就是有錢的人每年增加4% 我們的GDP多少 去年2018年2.63 今年2019年預估2.19 你丟不丟人 有錢人才會賺錢好不好 有錢人增長的速度比GDP還快 GDP增長2個百分點 有錢人增長4個百分點 好 再來 台北台北市1,519個人 什麼概念 超級富豪都在台北市 你看全球城市 我覺得有點客氣 因為它是連了銀行的資料 我們中南部很多姓田的 他根本不跟銀行網來 對不對 它是有銀行資料 它有銀行資料 所以那種拿現金 等現金買錢 不用貸款 騎野狼2億下去買3千那種 你現在還有野狼可以騎嗎 不容易 古董車 古董車 所以這個數字千萬不要開玩笑 很厲害喔 重點是在哪裡 每10萬人有57個 10萬人57個什麼概念 觀眾朋友 你上個禮拜 你就去 有沒有去凱盜 凱盜多少人 凱盜如果在10萬人有57個 如果在40萬人就有200個 我開玩笑 我有多少 40萬人裡頭有200個 10億富豪在那邊 我到處認甘嗎 所以我們竟然排亞洲第二 那大家覺得很奇怪了 我們台灣不是經濟壞嗎 我們不是景氣不好嗎 為什麼我們的超級富豪 竟然排全球第二 秘密在這裡了 房地產嘛 對 所以 我們的超級富豪愛買房子嘛 我們輸給哪一國 輸在這個國家一點都不留意 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是酋長 是王公會族 好不好 我們活老百姓 只輸給全世界的王國 沙烏地阿拉伯 我們是六狗 人家是六孔雀 你知道嗎 對 六豹啊 六老虎的 是啊 人家出國旅遊 他自己的超跑 是要用飛機運到國外去的 好 所以剛才這個 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些有錢人住哪裡 我們要講房地產 對不對 我們來講 台北市大概有錢人 包括這兩位 然後還有旁邊這兩位 大家住在四個區域 大安 信義 大直 天母 大安 信義 大直 天母 這1500多個 那我不是有錢 我就南港 對 那是未來好不好 但是大安還有時間 房子在那邊等 好啦 我們回來講 大安區的富豪很低調 其實那個都是民國 六七十年就開始有錢的 憲哥出道的時候 就開始有錢了 差不多對不對 股票12684的時候 就已經住在仁愛路 東南南路了 然後信義路的 信義計畫區 大概是以2000年以後 郭台銘兩千年以後 買了信義富邦 對不對 是 OK 好 所以大概那個是新貴 是 然後再來就是大直 大直完全拜內科之次 科技富豪對不對 很清楚 最有名 西華富邦 有沒有看過 好高好高那一棟啊 有有有 有嗎 有買嗎 沒有 OK 不要回答那麼快 慢想一下再說 再來 天母 天母是不是有錢人 是 那現在是老有錢人吧 對 但是天母人很奇怪 大安信義區不想進去 天母人不想出來 沒有捷運 因為交通不好 但沒有捷運就沒差 然後天龍國中的天龍國中的天龍國 老到不行的房子 一百萬 一百萬你怎樣咬我 有有錢人 所以這四個區域很厲害 但我們還要講一個重點是什麼 剛才這些有錢人 其實都有投資海外不動產 我們就要良心的建議一下 其實海外不動產 其實那些有錢人可以玩 我們一般人說去海外不動產 稍微留意三句話 小甜甜誠心的建議 看得到養得起賣得掉 看得到養得起賣得掉 好不好 就是 看得到養得起賣得掉 搶了好多的金山 那台灣房地產真的開始有復甦了嗎 從最近好像嗅到一點那樣的味道 在今天 今天6月5號 觀光時報講到了 北部哪裡開始嗅到了春宴呢 淡水 其實不容易 過去我們在談房地產三大地雷區 林三淡 其實三峽已經畢業了 因為三峽生活經驗起來了 大家在淋淡 淋淡口其實慢慢也OK了 淡水今天告訴我們 其實他也跳脫地雷區了 那為什麼 本來是地雷區 本來是地雷區 那其實事實上 大家都覺得淡水好像都窮人住了 錯好不好 錯好不好 淡水有一彎很厲害的地方 在竹圍站到紅樹林站 那一彎豪宅 少假啦 我們有去看過 沒有 好 那一彎豪宅其實每個都很漂亮 而且對不起 那邊一坪50萬起跳 而動不動就80坪100坪 豪宅看什麼看觀音山 看淡海淡水和出海口 有Feel吧 有Feel 對 然後那邊再往下來 就是要往淡海興市鎮 紅樹林站以後 就往淡海興市鎮 淡海你看現在 目前蓋的房子都很漂亮 那輕軌通車 就變得是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好 來跟大家講 淡水已經擺脫地雷區 那輕軌是關鍵 輕軌關鍵 它有兩條線 一條叫綠山線 叫南海線 那綠山線是哪一條線 兩邊都是從紅樹林這邊開始 紅樹林開始 一條是走登輝大道這邊方向過去的 所以這一條走登輝大道這邊過去 我就看綠山線 去年12月23號通車 然後這邊 走到哪呢 一直走到 你台北熟你也不知道 淡海興市鎮 走到淡海興市鎮 這塊裡頭其實現在推案非常非常多 淡海興市鎮 從民國85年開始喊 喊到現在差不多才像個樣子 差不多有這個感覺了 過去都一字頭線 已經站穩二字頭 甚至有些好方式 三字頭 這裡已經站穩二字頭了 這邊已經站穩二字頭了 好 然後另外一條線 值得期待叫做藍海線 它走海邊 藍海線走海邊 一直走到餘兒碼頭 一直走到餘兒碼頭 餘兒碼頭我知道 我去過 所以這一條線什麼時候呢 第一階段的藍海線 今年年底通車 第二階段2024年換個總統就 不不下一個總統就通了 很快就要通了啦 管他是哪個總統 反正很快就要通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其實看到 任督二賣打破之後 其實淡水線目前的狀況 任督二賣通常是打通不能打破 打破會沒命 任督二賣打通 打通任督二賣之後 其實從紅樹林往下 其實這麼一大塊的地方 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他為什麼好 除了那個通了之外 除了這個輕軌通了之外 各位你真的有興趣 你去假日看看淡水 看什麼東西 我們請導播看兩張照片 第一個叫隱城 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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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排隊 這騙不了人 這是真的 不是這在哪裡 淡水的美麗星隱城 它是美麗華的 美麗星隱城在哪裡 就在淡水 就在剛剛那個新市鎮那邊 新市鎮 對對對 在淡水新市鎮 排隊 尤其那個副頭者聯盟第四集的時候 排到爆 排到爆 可是每個戲院都排 是啊 問題你想淡水 好啦 對不對 你知道 我們以前看早上電影是9點 副頭者聯盟4推出的時候 早上電影是6點開始 對對對 第二個是家樂福好不好 這個地方在假日的時候 我小弟去看過 其實很多唱衰淡水的人 麻煩你假日去看一下 你進去 你擠得進去 你再來說淡水好不好 所以也就是說 它現在已經有生活機能 生活機能穩了 其實事實上 它慢慢的這些狀況 就已經穩定了 所以我們看淡水值得期待 以後我們再看看 其他地方還有沒有機會 好 我們以後再持續帶你來 關注房地產的變化 再喝酒 耥火 生命 車子 車子 都贏機能穩定 感谢观看